我稍微做一個調查 讓我來看一下有多少人是嘎嘰人 有沒有人曾經經歷過就是每天下午放學後 就是每天下午四點到六點 在電視機前面守著看卡通的 有人是那個年代的嗎 那早期的電視還沒有第四台的時候 就是原主三台各個時段播出的內容是定時的 那時候的卡通好像只有在四點到六點會播 有嗎你看這麼多 各位大叔們 各位大叔我們都是自己人 那時候還有那個晚上11點之後是布袋戲吧 那個布袋戲我沒有跟啦 那是我再老一輩的人在看 我那時候就是下午四點到六點下 就是他會抓那種學生放學的時候 回到家守著電視看動畫 看什麼九龍珠啊那些的 然後魔動王啊 那以前老男生一定會瘋狂的看什麼燈籠劍那些的 紅來仙島那是 紅來仙島 都那很後面的啊那個年代太後面了 那個是更是一代的 我們現在不是半夜懷舊台啊 你們各位都在暴露自己的年齡啊 你們知道有一個不專業調查顯示 當你開始在回憶過去代表你已經到了那個 你已經到了一個老人的階段 我們不能一直懷念過去啊 所以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是年過三十的大叔了 小田田我有看 而且那時候還有一個動畫 應該沒有人知道 有一個動畫叫小翹妞的 小翹妞那時候我也很愛看 欸靠腰勒 想是什麼 不要再逼我講以前過去的東西了 我們要何止今天重點不是講過去 我們今天重點是放眼未來 我的未來就是子娃 你們還想詐騙嗎 你們再說你們二十幾歲的事看看啊 你們有什麼再說 誰說你們二十幾歲的 你們摸著良心敢說你們二十幾歲的 站出來 來來來來 我今天就公開你們 我今天再次揭露 聊天室的假面具 聊天室的各位朋友 我讓你們看到 你們真實的那一面 你看 這是我的後台 我的YT後台 顯示出看我的觀眾年齡層 都是25到44歲居多 那其中25到34的 根據我的估計 90%的人都是在30到34 所以我的觀眾出群 大多數都是30到44歲之間的觀眾 你們請認清現實 各位大叔們 你們以為你們是屬於那18到24歲的3.6%嗎 不是 你們絕對不是那3.6% 請不要欺騙自己 請不要再欺騙你們自己的心裡 你面對現實 這3.6%裡面 其中有3.1%是女性 所以女生 觀眾 都是18到24 所以你們 想想看 700多個觀眾 有可能700個觀眾都0.5%嗎 不可能 好不好 就不可能 所以你們認清現實吧 各位大叔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很誠實 我是屬於25到34那個年齡的 這樣可以嗎 玩天堂M的女生年紀都不大 我講真的 我們群組DC裡面的女生年紀都小女孩 我們跨服聯盟裡面女生年紀都很小 聽一聲音就知道年紀不大了 快合了快合了 最後最後回春 回城堡 我只變了各位 葡萄園的傳說 應該不會死吧 紫色的外觀娃娃 加紫色的變身造型 先把這個收下來 卡片 好啦最後兩分鐘 有問題趕快問啦 最後兩分鐘 想洗什麼就洗什麼 盡量洗啊 準備了 59分 各位觀眾 11點59分 何紫娃的傳說 在此降臨 321 GO 今天 就告別紅娃啦 從此之後 就是那個有紅變 有紫娃的男人 準備 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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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定定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幫我點個訂閱 點個喜歡 並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